肯德基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炸鸡快餐连锁企业 其规模极其庞大 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 坐拥的餐厅数量超过了1万家之多 由哈兰和珊德市用心且精心设计出来的肯德基标志 如今已然成功地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出色 且极其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品牌之一 这位肯德基快餐厅的伟大创建者 以及坚持不懈的开拓者 凭借其卓越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力 被人们高度赞誉为能够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相媲美 成为了大家都极为熟悉的美国知名人物 肯德基爷爷诞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宁静而平凡的小村庄里 在他五岁的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却突然之间不幸离世 而且令人悲痛的是 父亲没有给他们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的财产 只遗留下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只能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 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得以生存下去 母亲没有办法 只得在外面不断承接各种各样的活节来做 白天的时候他要去食品厂辛苦的劳作 到了晚上还得继续为他人逢补衣物 如此繁忙劳累的状况 以至于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们 肯德基爷爷作为家中的老大 勇敢地挑起了照料弟弟妹妹 为母亲分担忧虑和解决困难的重大责任 在白天母亲不在家的日子里 小小的肯德基爷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 令人惊叹的是 仅仅一年的时间过去 他居然神奇地学会了做二十道菜 凭借着出色的烹饪能力 他迅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烹饪能手 在十二岁的那年 肯德基爷爷的母亲改嫁他人 然而肯德基爷爷与他的继父之间的关系 却并不是那么融洽 几乎总是在他母亲外出的时候 肯德基爷爷都不得不去忍受这样不太和谐的状况 而且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长达五年的时间 他仅仅念到六年级的时候 由于种种原因 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在学校里读书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毅然决然地决定去工作 去闯荡 并且内心极其渴望能够重新换个环境 去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肯德基爷爷在年少时 曾经常常看到那些着火的可怕场景 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和弥漫的浓烟 让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开心 仿佛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 曾经 他还去当过电车售票员 然而那段日子过得也并不愉快 仿佛总有一片阴霾笼罩在他的生活之上 甚至 他为了寻求新的出路 还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去参军 本以为军旅生活会带来一些改变 可是没想到 军旅生活同样充满了各种不顺心的事情 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和迷茫 一年的服役期满之后 他去到了遥远的阿拉巴马州 在那里满怀希望地开了一家铁匠铺 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 可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 这家铁匠铺没多久就倒闭了 随后 肯德基爷爷又在南方铁路公司 谋得了一个汽车司炉的工作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 就在他得知太太怀孕的那同一天 残酷的命运再次降临 他却被无情地解雇了 接下来 当肯德基爷爷在外面努力地 为生活奔波工作时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太太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卖掉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为了维持生计 他当过电工 曾在那些复杂的电路中 寻找着生活的希望 他也开过渡船 在江河的波涛中艰难前行 后来他又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 在长长的铁轨上挥洒着汗水 他所经历过的职业多得数不胜数 然而 没有一样工作是能够顺顺利利进行的 仿佛总有各种困难和挫折 在前方等着他 随后 可怕的大萧条来临了 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困境之中 但肯德基爷爷并没有因为自己之前那一次次的失败而选择放弃 在这艰难的时期 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曾通过寒寿学习艰难地获得了一个寒寿学位 他还曾在堪萨斯州当过一段时间的治安官 可后来因为生活的压力和生计所迫 他不得不无奈地放弃了这份工作 30岁的时候 他选择进入保险公司从事推销工作 然而后来因为奖金分配的问题 他与老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闹翻了 然后他又一次无奈地辞职了 这时候 有人对他说 你永远也成功不了 可是 他可不会这么轻易地就认输 他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毅力自学法律 并在朋友的热情鼓励下 依然干起了律师这一行 然而 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在一次审案时 他竟然在法庭上与当事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甚至大打出手 所以 32岁时 肯德基爷爷又失业了 他的生活真的可以说是极其艰难 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辛 那时的他是一名轮胎推销员 有一次开车经过一座大桥时 那座大桥竟然突然毫无征兆地断裂了 毫无防备的肯德基爷爷连人带车 瞬间掉进了河里 他身受重伤 生命一度垂危 差点就丢了性命 而他也因为这次意外事故 无法再继续从事推销轮胎的工作了 在男人离世数年之后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 他除了始终怀揣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外 其他具有实际价值的实质性东西 依旧是一无所有 回首他生前 他最后的工作是在煤气服务站 担任一名普通操作工 虽然他努力工作 但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 实在是杯水车薪 难以支撑起生活的各种需求 基于此 他的心中渐渐萌生出 想要赚些外快的念头 而正是这个看似平常的想法 犹如一颗神奇的种子 在日后奇迹般的孕育出了庞大的 坎德基餐饮帝国 在坎德基州 那里有一个加油站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轮全面 且蓬勃发展的工业爆发时期 大量的公路如网状般纷纷建设起来 汽车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 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标配 然而随着公路旅行的兴起 一个巨大的问题也随之浮现 那就是人们在长途驾车的过程中 很难找到可以让自己吃饱饭的地方 坎德基爷爷面对这样的情形 想到自己的厨艺还算相当不错 于是毅然决然地决定 在路边开设一家小吃店 用来贩卖自己精心制作的各类食品 让人惊喜不已的是 这家小吃店的生意 竟然超乎想象的火爆 并且呈现出一发不可收拾的发展态势 为了能长久地保持食品的独特风味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 经过反复尝试和琢磨 发明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独家配方 可是 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那就是炸机的速度过于缓慢 很多顾客往往因为等待时间过长 而失去耐心 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 他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地购置了一台压力机 通过利用这台压力机 他成功地将炸机的时间大幅缩短到仅仅八分钟 就这样 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困扰 最终 在肯德基州 他成功地拥有了一家规模极其宏大的餐厅 这家餐厅不仅拥有142个宽敞舒适的座位 还配备了面积可观的停车场 从那以后 肯德基爷爷的餐厅声名远扬 他的故事也成为了餐饮界的一段传奇 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勇敢前行 去追寻属于自己的辉煌与成功 到了1935年 肯德基爷爷的炸机已然是声名远扬 文明侠尔 肯德基州的州长为了诚挚地感谢 他对该州饮食领域所做出的极为特殊且显著的贡献 郑重地正是向他授予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的官阶 正因如此 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亲爱的桑德斯上相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从此刻开始就格外垂青于他 1939年 那场规模浩大的二战猛然爆发 当时已经49岁的肯德基爷爷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实施物资配给制度 肯德基爷爷的加油站不得不被迫关闭 于是 他毅然决然地开始全力以赴的经营炸机事业 他从银行成功带了一大笔数额可观的款项 精心准备着要扩大饭店的规模 但不幸的是 就在他将全部资金投入其中大兴图目之时 一条横向跨越泉州的高速公路规划悄然出台了 而这条高速公路恰好从他的饭店正中间静止穿过 饭店因此被迫无奈关门 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 犹如一把沉重的铁锤 将肯德基爷爷也狠狠地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他所有的全部投资在一瞬间就化为了虚幻的泡影 为了能够偿还这笔巨额债务 他甚至用光了自己所有的银行存款 肯德基这位昔日里备受人们尊敬的上校 一下子就沦落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值的穷人 而此时的他已经年满60岁了 他所能依靠的仅仅只有每月105美金的救济金 但是肯德基爷爷根本不想就这样轻易地了结自己的一生 况且那点微薄的救济金压根就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一切都还得依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肯德基爷爷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够摆脱当下的困境 他所拥有的最具价值的东西 那毫无疑问就是炸鸡了 这无疑是一笔极为巨大的无形资产 突然 他回想起曾经把炸鸡的做法卖给了犹他州的一个饭店老板 这个老板经营的相当出色 所以又有几个饭店主也购买了他记忆中的炸鸡配料 他们没买一只鸡 处于重重困境之中的肯德基爷爷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他在心中暗暗揣夺着 或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其他人也正在以类似的方式前行着 说不定这种方式将会成为自己事业东山再起的全新起点呢 就这样 肯德基爷爷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专属于他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征程 他携带着一只略显陈旧的压力锅 以及一些实际上并非特别出色的佐料 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属于他的独特旅程 他那身白色西装整洁笔挺 上面系着的黑色蝴蝶结更是为他增添了几分优雅 以那典型的南方绅士般的得体打扮 虽然已是满头白发 却依旧精神绝朔 他频繁地停留在每一家饭店的门口 他总是那般诚恳而又真挚地讲述着关于炸鸡的点点滴滴 试图向饭店的老板和店员全方位地展示他引以为傲的炸鸡米方 倘若他们在品尝之后表现出对着炸鸡的喜爱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佐料卖给他们 并且还会尽心尽力地传授给他们制作的具体方法 然而 在一开始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饭店的老板们大多都觉得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讲述 这些简直就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肯德基爷爷的宣传工作开展的极为艰难困苦 在整整两年漫长的时间里 他竟然遭到了高达1009次无无情的拒绝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终于在第1001十次满怀希望地走进一家饭店时 欣喜地得到了一句 好吧这样简单却意义非凡地回答 有了第一个人对他的认可 渐渐地就会有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他的那些想法最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1952年 在盐湖城 第一家被授权经营的肯德基餐厅成功建立 这便标志着世界上餐饮加盟特许经营模式的伟大开端 紧接着 令人更为惊叹不已的是 肯德基的餐厅业务就如同那不断滚动 且越滚越大的雪球一般 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 在短短5年这样较短的时间内 他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片辽阔的地域上 竟然已经成功地发展出了数量高达400家的连锁店 1955年 肯德基有限公司正式创立 有一次 他接受了科罗拉多一家电视台脱口秀节目的邀请 曾经 他因忙于工作而患上忧郁症 那一天 他仅找出唯一一套整洁的西装 那是白色棕榈装 并且戴上了那副戴了许多年的黑框眼镜 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 他以老资格南方上校烹制炸鸡的形象 很快就吸引了众多记者和电视台的关注 年近70的肯德基爷爷被吵嚷着要与他合作的人团团包围 要买特许权的餐馆代表还如潮水般不断涌来 为此 他建立了学校 让这些餐馆老板到肯德基来学习如何经营炸鸡店 有一位年仅29岁的年轻律师约翰布朗 和60岁的资本家杰克曼塞组成的投资集团 被肯德基爷爷的事业深深打动 他们想用200万美元来购买这项事业 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肯德基虽然心中极为不舍 但考虑到自己的状况最终还是同意了 决定把接下来的事业交给下一代去做 1968年 年轻的布朗和资本家花费700万美元 为肯德基爷爷和肯德基快餐厅大力做广告 结果年销售总额竟高达7亿美元 三年之后 经过肯德基爷爷的同意 布朗和麦塞将这极具潜力的事业 出售给了一家饮料公司 小布朗到手了3500万美元现金和股票 而麦塞到手的要比小布朗多不少 至于肯德基爷爷究竟得了多少 除了美国国内税务局之外便无人知晓了 但据有关资料显示 从1995年到1971年这8年中 至少有125位餐厅雇员和特约销售人员成为了百万富翁 公司每股股价从15美元暴涨到500美元 在那些受益人中 有公司职员 还有为公司辛勤工作的杂务人员等 虽然此后肯德基事业不断转手变化 但特许经营的方式一直没有改变 当然 他的形象也永远都是那个身着白色西装 满头白发 戴着黑框眼镜永远笑咪咪的上相 虽然肯德基爷爷出售了全部特许权 但考虑到他的巨大声誉 这些新主人专门付给肯德基爷爷一笔终身工资 请他继续担任肯德基炸机的发言人 广泛进行宣传 每年还要进行长达25万公里的外出推销肯德基炸机 他的年龄和财富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工作的热忱 仍然孜孜不倦地经营着他的事业 当人们问到他为什么还那么勤奋工作时 肯德基回答说 人们因闲散而生锈者 精疲力竭者多 如果我因闲散而生锈 我会下地狱最后 肯德基爷爷在1980年12月 因患白血病不幸去世 享年90岁 肯德基爷爷的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生活中遇到挫折 只要不放弃 生活就会变得美好